對稱軸 來又來又來關鍵字 對稱軸 馬上毫不考慮就直接這樣寫 來看這邊 直接先寫它 OK嗎 既然你告訴我說 對稱軸是 x 等於 1 那我是可以寫的像這樣子 對不對 好那我只剩誰不知道 a 跟 k 不知道吧 那就帶進去吧 x 代 2 y 代 3 x 代 2 y 代 3 所以 3 等多少 2 減 1 是 1 1 的平方才是 1 所以你只能是 a 加 k 好這個是第一次 再來還有 -1 6 要帶進去 x 代 1 代 1 外代 6 所以 6 會點多少 -1 減 1 變成 2 -2 的平方變成 4 所以變成 4 a 加 k 好這第二次 然後接下來怎麼辦 解零 立方的 4 就好了對不對 好兩次相減 1 減 2 所以變成是-3 等於-3 a 所以 a 解出來了 a 就是 1 那 k 就是多少 k 就是 2 好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就是 y 等於 a 多少 a 就是 1 1 就不用寫了 就是 x 解 1 的平方 再加 k k 是 2 再加 2 好 那是答案 有沒有很簡單 你這樣如果找到那個關鍵的點 結果就說你一定要答案了 這個關鍵的點 我們不合格的分量 對方的部分 解析